万万没想到能让明星们躲着走的央视镜头 却被刘亦菲拿来当镜的时候 这脸上是怎么弄的 这个土粘的 我看看 能看见吗 是粘了点土 可能是 在这边还滑了个 哎呦滑过来了 这个很正常 快处理一下 好吧 待会儿见 央视的镜头下众生平等 尤其是有着娱乐圈 照妖镜之称的电影频道六公主 更是粉碎了无数明星的天仙女神 可唯独采访到刘亦菲时 她竟然把脸对着镜头凑了上去 当初天龙八部在丑拍时 导演张继中 就是相中了她身上那股掩盖不住的险起 其实我脑子一想的就是 我要找一个特别清纯的 叫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那当时现有的很多女孩 都很食人间烟火 然而谁能想到 被观众称为神仙姐姐的刘亦菲 彼时才16岁 相比于其他女明星 刘亦菲少了风光艳丽 却多了一丝出城的气质 原来我拍恋爱通告的时候是素颜 就基本上没有化上妆 很素很素 她不化妆就已经很漂亮 很素颜的样子 2010年是戏恋爱通告时 她仅仅只是扑了个润虫膏 瞬间就把一起来的女演员 秒的连渣都不上 可以说年轻的刘亦菲 在娱乐圈那叫一个搭搭乱杀 导演打死也没想到 明明拍的是神探敌人节 可是只要她一登场 分分钟演成了武则天传奇 天下的神探敌人节 那个神探敌人节特别受欢迎 观众们就是说都爱她 天下在我脚下 群臣在我脚下 朕从不轻言诱兵 但事关天下安定 就是再危险了 朕也绝不退缩 从进宫那天起 我就不再是女人 怨不得都说 别人拍的是妩媚娘上未解 只有吕中老师演成了真皇帝 但凡提到影视剧里的武则天 哪个不是光鲜亮丽 演出来 却只能是宫廷里的情情爱爱 唯独神探敌人节里的武则天 即使因为剧组没钱 服装不如别人绚烂多彩 可每当镜头给到吕中老师 观众立马就能感受到 不属于帝王的压迫感 真让人害怕下一秒 敌人节就会被拖出去砍了 看完这部剧 才让我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半君无半无 对于她的丈夫吴桂林 观众们也并不陌生 西游记中龙香虎步的镇元大仙 就是她 一位人间最牛 一位地仙最大 老两口一个比一个吓人 但凡陈龙稍微收敛一点 胡哥也不至于当场笑喷 为了能跟胡哥一起拍戏 陈龙到底有多拼 电视剧《猎场》筹拍时 导演早就想好让胡哥当男主 可是女主还没有选择 陈龙一听说立马来了兴致 直接将自己老婆推荐给了导演 胡哥听完后都傻了 胡哥这边忍不住怀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 可陈龙这边却很认真 原来陈龙也不傻 让老婆出演女主后 自己也能捞个拿耳当当 顺便也能在剧组监督俩人 胡哥也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 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 陈龙根本不是来监督的 分明是来捣乱的 俩人在片场对戏时 胡哥就被陈龙逗得不行 真道的开拍果然更加完蛋 陈龙还临时加了点戏 故意让水从嘴角流出来 有个这样的怨种兄弟 胡哥的感受 只能说是痛病快乐着